丹荣巴格这里的追思会将在晚上8点左右开始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公众已经开始聚集 然后区议员也即将抵达 那稍后预计会有1000到2000人出席参与追思 那这场追思会原本计划是在丹荣巴格民众俱乐部举行的 到了昨天半夜呢 基层才决定转移到这个达斯林摩天族区这里的这个篮球场举行 那我较早前呢也和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何乃泉先生做了访问 了解为什么会临时做出这样子的调整 礼堂容量太小 我们是担心我们的安全的问题 所以把它移到这个篮球场会 觉得比较多人能够在同一个晚上里面 向我们的礼观要执政经理 追思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有我们的主要的基层顾问 有不同的一个语言来发表他们对李光耀先生的一些质疑 那是昨晚呢当局暂停了让公众加入到这个国会大厦 赞扬李先生的这个排队队伍之后呢 当容八个这里的调研区呢也开始看见越来越多人到这里 向李先生敬礼哦 那今天前来调研处的公众呢就预计从早上到现在预计大概有五千人左右 那比前几天都还要多的 那今天晚上呢国会大厦的这个公众瞻仰 时间结束之后呢相信还会有更多人前来这里 那这里的这个基层呢就做出了一些安排 扩大了这个敬礼区 让更多人可以同时向李先生敬礼 那今天晚上的这个调研处呢将24小时开放 主播